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网传杨子主演的顶级大剧要来了 两大男神加盟,这阵容熬夜也要追 要说如今演艺圈最炙手可热的女演员 杨子必定是榜上有名的 出演的电视剧更是上一步火一步 在同期小花中绝对是一起绝尘般的存在 可自亲爱的热爱的后 杨子在影视剧方面的产出着实有些让人担心 虽然手握的都是S级大制作剧 但却迟迟不能上映 其中最让人感到可惜的就是青三行了 因为种种因素的影响 直到现在都没有准确的消息传出来 这让姊妹的粉丝着实很是着急啊 但还好青三行也频繁有补拍等消息传出 虽然说消息没有被证实 但是这也让等待已久的粉丝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同时还有搭档肖战主演的余生请多指教 在经历定档又撤档的风波后 还是没能如约而至 把粉丝溜了一圈又一圈 就连围观群众的心都跟着悬在了半空 不得不感叹 近两年姊妹时运欠佳 好在眼下杨子又有好消息传来 网传《长相思》将于三月下旬开机 主演除了杨子外 还有两大男神加盟 就冲这神仙阵容 熬夜也要追 亲妈童华下场亲自做编剧 古装神话剧又有希望了 《长相思》是一部古装神话剧 讲的是持有与西凌横的女儿小妖 表哥轩缘专须 涂山世家公子涂山景 神农义军将领香柳之间的安怨情仇 不仅有刻骨铭心的爱情 而且整部剧的格局也很大 关乎国家和亲情之间的选择 从故事梗概来看 这部剧与以往的仙侠剧不同 故事背景更加复杂 格调定的也比较大 虽然以爱情线为主 但却是用家国天下的格局 谱写一曲关于荡气回肠的相思局 这么看来 这部剧的剧情应该还是非常紧凑的 同时 该剧改编自童华的同名小说 童华的大名自然不用多介绍 小说作家榜都是赫赫有名的存在 而且他撰写的多部小说都已经被影视化 并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与认可 提到童华就不得不提 步步惊心这部剧 该剧不仅是刘诗诗和吴奇隆的定情之作 而且豆瓣评分更是高达8.4分 绝对可以称得上是穿越剧的天花板了 马尔泰若曦和各位皇子之间的感情纠葛 以及皇位之争的残酷 每一点都让观众难以忘怀 直到现在想起《三寸天堂》这首歌时 观众还能想起在雪中拿着梅花翩翩起舞的若曦 场面绝美 同时 刘诗诗 胡歌 彭于燕主演的《风中奇缘》也是改编自童华的《大漠窑》 不仅豆瓣平分6.9分 《大漠狼女》和《南朝将军》 如商墨询之间的爱恨情仇 更是一度让观众失了眼眶 钟翰梁和张军宁主演的《最美的时光》也是由童华所著的被时光掩埋的秘密改编而来 该剧豆瓣平分高达7.0分 无数观众都被钟翰梁饰演的《陆立成迷的七婚八素》 坊间更有传言 《万年修的陆立成》足以可见这部剧的后价到底有多大 而《长相思》这部剧,不仅有童华编写的原著作《后盾》 而且还有童华亲自做编剧 虽然导演还迟迟没有露面 但有童华在,质量肯定没问题 毕竟亲妈哪舍得对魔改自己的心血呢 杨子携手两大男神,这阵容稳了 虽然杨子的演技跟老戏古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但同星出道的他,却拥有着极高的国民度 毕竟有太多人都是看着家有儿女长大的 而除了拥有极高的国民度外,杨子的演技也是备受观众认可 在同期演员中绝对是名列前茅的 尤其是哭戏时,很容易拉起观众的共情 比如在《香蜜沉沉浸如霜》中,沉浸式的哭戏,赚足了观众的眼泪 所以,杨子出演长相思的话,演技肯定是不用观众担心的 在长相思中与杨子搭档的男演员的来头更是一个比一个大 不仅是当红小生,演技也都不错 先是在陪女竹风飞翔中饰演男主的王安宇,凭借超高的颜值收获了一大批粉丝 而且与宋祖儿的CP更是戏里,戏外无处不在的发唐,很让人上头 除了王安宇外,还有觉醒年代中饰演陈延年的张婉逸 一个镜头就让观众潸然泪下,真的把陈延年这个角色引活了 让观众迟迟不能出戏 同时,在乔家的儿女中,张婉逸饰演的乔二强也很出彩 虽然有随遇而安的性子,但生活中也有倔强,不低头的一面 而当面对师傅马素勤时,雷打不动的感情和坚定不移的选择 既温柔又浪漫,只能说,这个男人太会了 当然,目前长相思这部剧的一切消息还只是网传,在没有正式官宣前,一切皆有变数 但如果真的是这个阵容的话,还是很值得期待的,那么谁是你心中最佳的男女主呢?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谢谢大家